傳統會主席馮華致歉 說由運送票箱到點票過程都不理想 有職員填錯資料之後沒有靈活處理 令到點票時間超出預期 稍後會提交報告 優惠爾報道 一場不足5000個選民的選舉 事隔半天才完成點票 非常抱歉 今次點票的時間是遠超出合理預期 他說由運票箱到點票過程都不理想 有機器JAMS也有職員填錯資料 有票站的報表核實工作 發現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 以至點票的程序有多次的停頓 有些是填錯格或者是有些日子的錯誤 初步掌是填錯一些不影響你去數票的地方 不過就算有錯沒有錯 你都要點票的 同事也可能是他很謹慎小心 他想自己解決問題先 等下等下變得久了 馮華解釋由於選票的選項太多 如果人手點票更花時間 他又說早在2016和2019年兩次報告中已經強調過 選舉事務處要增加人手 尤其是高級職員 你沒有實際經驗 是否可以靈活地去看一個問題呢 我都有講過 我去訓練的時候說有問題 不用怕 提上來 就是說我們三個臭皮像一定勝過一個主角 馮華焦早6點見記者交代 這個時候農工界還未公佈結果 你看回電視我解釋了是錯了些甚麼的 有線電視記者一位移不動 有線電視記者一位移不動 有線電視的影響 有線電視樓 有線電視樓